台積電寫下大驚奇 以十四號美股台積電ADR來看 市值達七千兩百九十四點六億美元 超車輝達登全球市值第八大 成為全球半導體股股王 十七號在台股早盤最高六百八十八元 中廠漲十一塊錢 收在六百八十三元 網友還翻天笑稱等一年六七九T 終於解套退伍了 剛上車的六八八菜鼻八新生報道 互國神山發威半導體百花齊放 零發科漲超過四趴 銳鼎華東亮燈漲停 立抗金融股走勢疲弱助攻台股 台股重回一萬八千五百點關卡 盤中最高來到一萬八千五百三十五點 中廠收在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五點 上漲一百二十二點 大盤成交量兩千六百二十八億元 三大法人買超六十二億 外資連五買 隨著疫情升溫 宅商機大噴發 近來遊戲電商股跟著回神 不過聯準會將在一月二十五號到二十六號召開例會 對市場屏息一帶 台股可能就在農業年這段期間呈現這樣 這樣的一個區間 震盪整理的變數的話 包括像是接下來可能還會陸續有的 這個台股的法說會 美國的重量級科技股 但多數是在封關之後 台股春節封關前表現海內外變數多 人得看護國神山臉色增添火力 三例新聞要收成李文科 台北報導